近载运通 欢迎收看古起来点名 那今天又是星期一 上礼拜我怎么跟大家谈的 我说那一支翻多了 大家记不记得可以去看重播 上礼拜五 我说那一支他本来是中性的 上礼拜五筹码翻多了 那外支本来就做多 所以怎么样 所以原本三月他是一个盘局 他又变成怎么样 有机会往上突破了 那今天有没有突破 今天直接开高就突破了 这顶礼拜五嘛 在这里嘛 我都说头前啊 今天是不是跳空过去了 那你台子如果放空的话呢 这里到这里多少点啊 四百多点啊 四百几点啊 那你来这里放空呢 一百点啊 那如果空手的呢 今天又抽过了 干不太急 所以我说你这里空手的人 或者台子放空的人 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又要看懂筹码 那今天不止内支进场呢 今天三大法人全部买钞耶 今天外支买84亿 投薪二职 自营商买51亿 这个叫自营商 这个叫一部分的内支在这个地方 还在空手 该进场啦 但是进场不是乱追哦 我说最近来讲呢 开始融资逐渐增加 投资人信心慢慢来了 对不对 从上个月到这个月 看好的人越来越多啊 可是赚钱的人有增加吗 并没有啊 你如果看好的话呢 追股票有赚吗 今天起这么多 155点 你股票有没有同步往上走 还是又追高套牢 那我上礼拜讲的雷虎啊 金瑞啊 无人机跟安控股 今天有没有继续涨 我讲的是持股绩效啊 无人机讲多久啦 今天又起啊 盘中涨停 后来涨9% 创新高啊 安控股金瑞 上礼拜涨停 今天又涨对不对 其偶也是一样嘛 那这两个安控股呢 一档是中价位 那一档是比较高价位 都一样 都在首筹嘛 那雷虎这一档股票呢 今天是不是创新高 费费的价值啊 我说这一个地方 投资人越来越认同 这里是多头 对不对 但是不能乱追啊 不能乱买 乱买一样赚不到钱嘛 因为这里是个股表现 那现在呢 三月天啊 我们讲三月 三月市又涨上去了 三月市又上去了 这三月啊 那这三档有什么特色 索马的股票嘛 中小型股 成长的 安控股当然成长 这个我想 大家没有什么意义啊 无人机也是成长的啊 接到大订单嘛 那成长股 接下来呢 就第一买嘛 那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呢 一个重点哦 不要乱追 不要乱买 就只买什么 足底的 起涨的 那如果这些股票 法人也喜欢的话 那你就很轻松的 你就坐车 起来嘛 你就轻轻散散嘛 那操作方式都一样啊 那问题是 你懂不懂法人 你了不了解法人 不管是圣诞节 元旦 春节 包括上个月底 包括三月 我讲的都一样嘛 同样的操作模式嘛 法人股低买 法人抬轿轻松赚嘛 我很了解法人 那法人目前在想什么 目前可能布局什么股票 我说最简单的例子 这三达克是二月底嘛 它是零五红上去了 天花板就看不到啦 已经上去了 我们再讲一讲金锐 这法人连续买 我们这里挡住 这法人有买有卖啊 这个在叫什么 这叫洗盘嘛 然后从三月开始 一路买啊 是不是做教 是不是做教 一档一档去操作嘛 这耶旦节 元旦 春节后跳空 到现在 过去了 我们都转一大段了 我们都做好几轮 都不要讲 我们讲最近 二月大盘没什么去嘛 三月 昨天 今天刚刚突破嘛 那雷虎在这个地方啊 金锐在这个地方啊 那我一谈 选股不选市 对不对 中小型的法人股 一档一档去操作嘛 那这三档股票的特色在哪里 这八页啊 低价的安控股 起偶对八页 中高价的 所码的安控股 金锐也是八页 那无人积呢 十三亿 那这里涨停涨停 这里已经三成了嘛 那今天创新高 那获利多少 超过三成啊 这个地方 二月中 错过这里买点 这里是又出现一个最佳买点 你下边这边看 这是很好买 很好买嘛 那我说过呢 那个地方 我们再会也进场 对不对 这是二月十五嘛 这二月十五 最好的价码点呢 这个地方 二月十五 这档就有两百几点 这档因为巴菲特公布 他卖了台积电 大盘跌两百多点 机会来了嘛 最佳买点对不对 买雷虎啊 二月十五号 那后来呢 二月二十二号 雷虎上去涨停又涨停嘛 那今天呢 他涨三成 今天又创新高啊 有没有赚钱 那包括最近的什么 这买的地亚森达科 雷三红 现在雷五红嘛 那我说重点是操作的绩效啊 那现阶段 还有什么股票 他在低档 那华人正在布局的股票 那我说呢 我们一档一档去操作 你要跟上脚步啊 休息一下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二十四小时帮您解盘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性 拥有三十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颇短操作 最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知识专线 雷二二二七五二 五八六八 二七五二 五八六八 城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尽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尽一定贷出 城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斗铺 值得托付 零二二七五二 五八六八 二七五二 五八六八 欢迎回到现场 这一段一开始一样 跟大家谈一谈台子的筹码 上礼拜五 就上礼拜五 可以去看网络看重播 上礼拜五在这个地方 它连续往上拉台 很多投资人 一定偏空 一定偏空 涨太多了 看不习惯 但是你要了解法人筹码 你要看懂 你做台子棋 你才能赚钱 上礼拜五 我怎么跟大家谈呢 我说外资 原本三月 本来就做多 那内资 它是中性的 但是在上礼拜五 内资进场 你要看懂筹码 内资从中性 变成翻多 所以我怎么跟大家谈 我说今天礼拜一 有机会 创新高 因为内外资同步 今天资营商也买五十几亿 这中性在拜五 有机会创新高 今天是不是大涨呢 是突破了 你只能赚了四百几点 你如果看到中心在这半空 四百几点 三天 那你要注意哦 下礼拜三 三月台子结算 那今天往上拉 有没有企图新 它有可能一路挺到 下礼拜三 那这个礼拜三是周结算嘛 下礼拜三是月结算 法人在想什么 不管是期货选择权 或者股票 我都很了解 三十年的经验嘛 所以做空的 你要去注意哦 拜三 这些拜三 跟后来拜三 都是结算 这往上冲 怎么办对 不会破底哦 不会破底 当然如果说 国际股市中错 那另当别路嘛 那基本上法人的筹码 它在操作的时候 外资也一定会关心到 美国的股市嘛 那目前这个阶段呢 都还是偏多的 我认为 这个颈线往下破的机会不大 而且呢 它会墊高 那所以呢 明天的支撑 应该是在这一个地方 这个缺口应该会守住 那压力呢 应该是创新高 那所以做空的 你要去注意啊 你操作上要注意 你要了解法人的筹码 那目前来讲呢 那如果偏多的话 这个缺口或平盘下 你在这附近呢 拉回应该可以逢低做多 那往上呢 赚钱就走嘛 我常常讲呢 你要抓住方向 然后赚钱就走 做台子没有那么难 那你要看懂筹码 那比如说你看不懂的话 今天一开高 你可能又被高空了嘛 那大盘在这个地方呢 我一直谈空手的 这里悬股付悬是一档一档做 二月雷股三月 安控股 机会都在嘛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呢 大盘的周K线 那我们再进广告 这大盘的周K线 今天突破对不对 那到底是多还是空 它是一个头肩底 一个微笑曲线有没有 头肩底 这颈线嘛 那颈线在这里卡那么久了 有跌破吗 该赚了你又没赚到 选股不选市嘛 那大盘创新高又如何 你的股票有没有跟着创新高 大盘的方向掌握住了 第四季选举嘛 那依这个结构 应该高点也是在第四季嘛 那这一个地方它会整理 就跟这个地方整理一样嘛 方向抓稳了 那接下来抓主流股嘛 那我们再看一下台积电的周K线 也差不多 但台积电的550这里压力比较大 但是这个地方呢 代表什么支撑 跌不去 那跌不下去大盘就没有问题 那再看看 零花科周K线 这IC设计呢 往上空间是比较大 是比较大 但是它在轮涨 不是追跌 再看一遍我们进广告 这零花科的周K线 这台积电的周K线 大型股的空间有限 但是中小型股呢 有些股票往上具有波段利润 一档一档操作 那最近来讲 我们操作了什么 安控股 金瑞 奇偶 这些都只有8亿 那无人机雷虎呢 只有13亿 那包括另外像 生技股王 那也只有8亿 那中小型的成长股 才是目前的主流 我们休息一下 就是不要错过 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30名股市 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颇短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这部发现 02275258682752 5868 城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城东东部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东部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 5%6% 欢迎回到现场 那大盘的周K线 再看一遍 为什么要看那么多遍 你要确认 确认 确定 这里是多头 这样你才好操作 空手的要进来 放空的要回补 那买什么股票 这另外一回事 方向抓稳了 那接下来 我一直谈到法人股低满 不要追涨 你要坐教 不要帮别人抬教 坐教比较轻松 那不小心追涨又套牢 好 多辛苦 再看一遍 高点在第四季 今年 整年都很好做 方向都是向上的 但是选股不选市 那这几天涨 你股票有贪钱吗 这比较重要 那也经常说过去 说最近的 无人机 安控股 三月天才几天 选股不选市 那无人机最主要是 2月15号 那时候跟上脚步的 就买雷虎 2月15号这一天重挫 这一天为什么重挫 巴菲特公布持股 卖了台积电 大家吓死了 对不对 但是在这一天 恐慌指数 既然跌221点 恐慌指数要飙高 那结果没有飙 那代表什么 代表大户法人不恐慌 赏户在恐慌 那事实上证明 我是对的 那在重挫的时候 有一些股票 他就会最后洗盘 最佳买点 雷虎 当下涨幅超过三成 而且在这一天 大跌的时候 帝宝连四红 2月15 那我们在这里买 坐轎 法人抬轎 这一段都是法人买的 坐轎 这跟大半 气热的不关 这天落两百几点 重挫 那重挫最好的机会是什么 在找股票 那那时候我跟大家谈六国理论 对不对 那一天很重要 2月15 如果网路你可以看到重播 你就去看一下 那接下来 那接下来呢 雷虎是往上走 两支涨停了 这都2月的事情 那接下来 森达科往上走 大树也往上走 那往上走呢 几长我们就调节 拉回再买 那我一直跟大家谈到什么 2月3月 我们先不讲去年12月1月 机会是不是都在 是不是都在 没有追高 没有追高嘛 那大盘方向你抓稳了 多投 那接下来就是 有哪些股票 你逢低可以去布局 一档一档做嘛 那如果时光倒流 2月15雷虎 是不是大传 我把那时候的K线 这是2月17 这也是2月中 这2月20上去了 2月22 这两支涨停 对不对 二十 二一 二二 这样有没有三成 第一买才是王道啊 这样有没有三成 那我一直讲持股绩效嘛 那最近雷虎拉回 我照样讲啊 那我说他会创新高 对不对 那今天呢 他是又创新高 金锐呢 今天也涨啊 七尔也涨 这是雷虎上礼拜 在这一个地方 他还没创新高 但是呢 利多出来了 他接到订单嘛 无人机的利多呢 绝对不是短短的 这个时候 他是一个比较长远的 那这一档股票呢 没有人叫你追 那你错过了低买呢 他震荡的时候 你逢低买 但往上呢 不要追 也不需要跟我抬轿 就跟圣达科一样 在这里雷虎虎对不对 你最近追 他就在整理嘛 但你如果红低买 这圣达科啊 这二月底对不对 二月嘛 红低买 你是做轿雷虎 现在在这里整理嘛 那你追价你怎么赚钱 那我们再看一下 地宝 地宝呢 上礼拜往上突破嘛 那突破你去追 他今天就拉回啦 股票就是这样子嘛 那宝瑞呢 这个地方往红低买 往上几涨对不对 这一短卖一探嘛 那在这里做整理 他今天呢 大幅度的整理 那我们一档一档去操作 生计股玩嘛 那今天雷虎是来这里 创新高了 超过三成啦 金瑞往上走啦 一个头巾底架构上去对对 其后是一个底部区嘛 那再看一看 宝瑞 宝瑞法人买这么多有没有 他今天在这里做整理嘛 那你在这里买 你温搭档嘛 一档一档去操作对对 那我一直谈到呢 重点在怎么选股 持股绩效嘛 那现阶段 把握大房的方向偏多 那有什么股票 可以去低档布局的 你了不了解法人 给自己一个机会 我来帮你 谢谢大家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这是社会的一只路歇车 但是只要吃路歇车 比较大的阶段 不要放拌不停 所以我们万行早起工 用心粉和盘水 让大家生活熟悉更安全 你能不知道我们的名字 不过请你要记得我们的付出 跟打招 如果开车 我们老外国刷工后 一步的步骤车 明天才开车 保证答兵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实信 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波短操作 所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最后